- 第十一天 哈囉,今天是大學生必學的30個python技巧中的第十一天 是不是時間過得很快呢? 不知不覺這個系列已經進息了三分之一了 今天要講到的就是while回圈 在python裡面有兩種回圈嘛 那上個影片教的是for回圈 這個影片就要教到第二種囉 while回圈通常是用在沒有固定次數的情況 那你還記不記得 for回圈主要是用在什麼時候呢? 應該很明顯了吧 有固定次數的時候就是用for回圈 那其實並沒有說 什麼情況一定要用什麼回圈 就是看你喜歡有哪個就可以了 畢竟可以達到目的就好了嘛 那while回圈是利用一個關係運算式來控制回圈的 什麼是關係運算式呢? 就是用到關係運算值啦 之前不是有交過好幾種運算值嗎? 那關係運算值其實就是比較運算值 這只是不同的稱呼而已 但是都是一樣的 就是有等於等於 驚嘆號等於 還有大於小於那些的 再來就是 只要條件成立 那while回圈就會一直執行 這就是while回圈的用法 這樣子光說不練也不會學會什麼東西的 那現在就來示範一個例子 還記不記得這個程式碼呢? 就是昨天用for回圈然後可以輸出1到5嘛 今天的while回圈一樣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喔 我們來做做看吧 一開始我先設一個變數i 然後讓它等於1 因為我要輸出的是1到5 再來就可以用到while回圈了 剛剛有說它的條件式通常是一個關係運算式嘛 那我這邊我要設的是i小於等於5 記得喔這個冒號是不可以省略的 然後裡面的程式區塊也要記得有縮排 這個程式區塊當然就是要列印出這個數字 那很重要很重要的是 在列印完之後 i要記得加1 如果不加1的話 i就會一直等於1 那這個條件就會一直成立 然後就會一直執行一直執行 一直列印出1 這樣就變成一個無限的回圈 最後可能就是電腦當機 然後寫程式的人嚇到 以為電腦壞掉 所以這個加1是非常重要的 那為什麼我這邊是加1呢? 因為我之後要列印的是12345 加1之後才會是2嘛 所以我這邊就是加1 如果我要列印的是135的話 我就是加2 然後說說看看結果 你們看到 這跟我昨天用for回圈做出來的結果是一樣的吧 所以說不管是for回圈還是外有回圈 它都可以達到一樣的目的 只是它的寫法就會稍微有點不一樣而已 這樣子 你有沒有看懂外有回圈的用法呢? 現在就是做題目來考驗你囉 首先第一題 這個程式碼 最後要輸出的結果是1到3的加總 那在空白處應該填入哪個程式碼呢? 這跟我剛剛那個程式有一曲同工之妙 你還記得嗎? 給你3秒鐘的時間想想看囉 你要公佈答案囉 答案就是c 這個total就是拿來儲存加總的 那一開始的i等於0 所以total也還會是0 那空白處當然就是要讓i加1啊 若不加1的話 這就變成是一個無限的回圈 所以答案是c 那第二題就是要看看這三行程式碼 執行了會發生什麼事呢? 有沒有答案是選珠的呢? 如果你選珠那就很可惜了 因為這題的答案是b 這題跟上一題一樣 它這裡少了讓i增加的方法 如果一直是這個程式 那i會永遠等於0 讓這個條件永遠都成立 當然最後就是進入無限循環 就會一直輸出00000 如果你不相信 你也可以自己在家試試看喔 有沒有發現這兩題考的都是無限回春呢? 其實就是因為這個地方很多人會犯錯 所以才要一直考你 讓你加深這個印象 絕對不可以讓這個變數一直都是同樣的值 一定要記得讓它增加或是減少 再來就是最後一題囉 這個外回圈裡面還有搭配if判斷式 那這題就有點小複雜了 給你5秒鐘好了 仔細的想想看答案會是什麼呢? 那你有想到了嗎? 其實答案也是非常的明顯啦 這題的答案就是b 先不說看選項就可以直接選出答案 我們來看看這個程式碼 為什麼最後會這樣子輸出呢? 在一開始x是等於1 那它也有滿足外回圈的條件 只要小於5都可以進入 進去之後就遇到判斷式了 它是取餘數喔 你應該還記得吧 1除上3的餘數不可能會等於0吧 所以我們就看到第二個條件 1-2有沒有小於0呢? 有! 所以就會在進到裡面的程式區塊 也就是要印出nini 那其實到這裡也可以選答案了 因為4個選項 只有b選項是符合的嘛 那沒關係 我還要繼續看下去 選到了之後 就離開這個if判斷式 下面還有一個x加等於1 所以x就變成2了 2也是小於5的 所以它又再進去了 2除上3是整除的嗎? 沒有 沒有 所以第一個跳過 看到第二個條件 2-2有沒有小於0呢? 沒有 它只是等於0 但並沒有小於0喔 再來就看到第三個條件 2除上4是等於1嗎? 好像不是吧 那這三個條件都不滿足 我們就直接看到else 所以就是印出is 接下來x又加1 所以x變成3了 3也是小於5的 那又再進到這個判斷式 3除上3 是整除的嗎? 好像4欸 那就要列印出very 接下來x又加1 它變成4 4也是小於5的 那又再進來 4除上3並沒有整除 4-2也沒有小於0 4除上4 欸?好像等於1欸 那就找到囉 所以是列印出pretty 接下來x又加1 x變成5了 5有沒有小於5呢? 答案是沒有的 所以這個程式就結束囉 那以上就是外耳迴圈的介紹還有練習 你更喜歡用foam迴圈還是用外耳迴圈呢? 可以在留言的地方告訴我喔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